这样都很难 指着刚结成的果实 五月原本是桃园复兴妈妈桃的丰收季 农民却笑不出来 原因就出在果实本身 桃园市复兴区先前受到干旱的影响 现在妈妈桃产出来的果子 几乎都比我的拳头还要小 这个卖出去 琵琶上收 这样子的 一斤三十块 农会不会收这个 妈妈桃没有再收这个 所以这个我们都是要想办法自己销 原本还期待今年桃树结石累累 没想到旱灾搅局 农民各个垂头丧气 如同果园中缺水的桃树 但物业偏逢连夜雨 妈妈桃销售的挑战还在后头 这个今天早上已经采一趟回来了 然后还有就是 昨天的也都囤在这边这样一大堆的 一篮一篮里头都装着刚采收的妈妈桃 冰箱里的篮子摆得比人还高 本以为农会不收价钱又低 没关系 自己摆摊总可以吧 但疫情重创 导致批发商不上山 连带游客也止步 农民无力说到 即便在游客人潮较多的假日 一天摆摊收入也不到两千块 我们刚刚开始要量产的时候 完了 就昨天再听到那个新闻 你看我们这个 本来客人我们这个是满满的 没有了 没有人 其实我们农民后山都是靠这个为生的 一年只生他一次 那一年这一次就包含了孩子的教育 生活费全部的 还有包含了我们所以投资在这边的钱 最后的那些是那个资财 干旱加疫情 妈妈桃市场真的可以用产资形容 但这攸关农民一年的生计 桃园市政府及复兴区公所 赶紧寄出抢救措施 第一个就是农会的部分 农会的部分 它在收购上 尽可能做到就是不分大小 那在保持一定的品质的前提之下 不分大小来做收购 桃园市府也将用伴手礼方式收购妈妈桃 另外将销售点扩大 希望能解救这次妈妈桃危机 有些新闻R1556桃园复兴大西采访报道